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光变成黑漆的一片, 我们是看不到颜色和事物的, 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是否有很大的改变呢? 颜色究竟和我们的生活, 或者我们的人生, 是否有色色相关的关系呢? 各位听众,我是阮万华,Eva, 今天我是特别为了这些问题, 请来了一位嘉宾,冯浩然老师, 冯浩然,多谢你今天来接受我访问。 不要客气,Eva。 冯浩然不只是老朋友, 根本是老拍档来的, 我们以前除了一起教书, 又带学生去游学, 稍后我们讲讲游学那种经验, 不过我先为听众描述一下, 坐在我前面这位冯老师, 有时觉得他其实很像周星驰, 发型的头发, 发型的高度, 不过有一样东西不会像他, 最近他就满头白发了, 你也不是啊。 他的白发是很有原因的, 不过我想年纪差不多了, 大家去吧。 我想他比较大一点, 你比较大一点, 还有一样东西不同的, 你的眼睛比较大很多, 所以给大家听众有少少感觉, 冯老师, 我其实叫他豪言的通常, 他是一个外形如何的, 一位高大威猛的男士来的, 那我们说回吧, 我们拍档带大学生去, 我们现在叫游学, Future Study, 但是我们知道他很重要性, 在周游烈角, 或者是亲历其境见的事物, 不过你很小时, 你已经有类似这种经验的, 其实我最初出外的时候, 应该是读大尊, 你小时候, 你爸爸带你去写生, 那时候更加, 在我可能说五六岁, 六七岁的时候, 已经跟我爸爸出去, 因为我爸爸当时是在香港, 在香港, 教画, 主要西洋画, 所以是画画油画, 那时候, 他在家里开画班, 我很多时在星期日, 或者假期期间, 和他出外写生, 其实那时候, 我没有刻意去学习, 什么绘画, 技巧等等, 其实都是一般小朋友, 跟着父亲出去, 交游的心态, 好像背着水壶, 去新娘谈, 好像一个女孩交游, 但是这个经验, 对你来说, 有没有影响你后来的创作? 其实, 因为出外写生, 我想当时, 甚至乎现在, 都不是一般小朋友, 有的一些经历, 而那个经历, 就比我多接触了大自然, 也都, 有个机会去, 去体验到, 原来在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人的不下, 或者手下, 可以对同一个影像, 或者环境, 有很多不同的描述, 或者体会, 其实想起来都不简单, 就算今时今的小朋友, 都没有你这么宝贵的经验, 六七岁, 就可以不但只看现场实景, 还看人家大人不下, 画出来的风景, 是吗? 这个事实上, 是一个很难得的的机会, 当然, 因为我爸爸当时, 在香港教画, 主要他对水彩, 是特别有中爱的, 是啊, 跟爸爸一起画画, 这个难得经验, 我都很羡慕, 想起来, 不过, 你能够和爸爸一起分享的时间, 好像不是很长吗? 不是很长, 因为我爸爸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就过生, 是啊, 那都剩下的, 多少兄弟姊妹? 我是最大的, 我们一共有四兄弟姊妹, 当时的小妹来说, 香港的五十年代末期, 六十年代初期, 都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家庭, 因为当时五六个小孩的家庭都不少见, 但当时生活比较艰难, 比较, 都很幸运, 因为我妈妈当时是官立小学的老师, 他很早入了师范, 主要的经浅来源都是我妈妈, 我爸爸主要是在中大, 或是港大行留课程去教一些画, 在周末都是在家里开画班, 很有趣的, 那时候在家里逢到周末下午, 就把我们进了一个房间, 把厅改变成一个画室, 爸爸当时都会买一些, 有时买条鱼, 买一些做植物的写生, 行行十张八张, 不同的画架, 画版出来, 我们以前的小朋友, 就将爸爸的画版, 在厅里搭屋仔, 在厅里搭屋仔, 令到我们没有游戏机发明之前的, 我们课园的一些游乐节目, 也可以说, 你很小时都有机会接触, 所谓什么叫做创意, 创作, 另类地去找些东西玩, 那个年代都是找东西玩的, 是的, 爸爸不在, 妈妈是教书, 但他可以养大你四个, 不简单的, 我还记得, 因为我公公当时, 在湾仔, 在厅里开了机器厂, 我妈妈, 那时晚上, 爸爸过生了几年, 还很努力地, 考了一个小巴牌, 目的就是, 我想他当时的打算是, 万一有经济上有什么需要, 他可以出去, 踩多一转, 做小巴司机, 为我们养大四个, 做一些保险, 听起来, 你妈妈是一个, 就是, 韌力很强的女性, 她是, 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那, 你有没有受到, 她两位的影响? 嗯, 我想应该会有什么, 比如, 从我对试外艺术的兴趣, 我肯定是, 传至我爸爸, 那, 在生活上的, 的韌力, 我想都是, 我妈妈身上, 学得到的, 是的, 以我所知, 因为我和你一起, 大学生去旅游, 游学, 我就见到你, 就帮现在我们的少爷兵, 我们的大学生来的, 是搬行李的, 我有时就说, 喂, 你因着扭断, 但你很懂用力的, 嗯, 可能和我少年的时候, 做过一些, 从路里有关的, 工作有关的, 话说我读中六的时候, 我是从一间名校, 转了一间私校, 因为门口成质不太好, 就认识了一些同学, 有一些同学, 在我们俗称叫菜篮的地方工作, 我那位同学, 每一年都去菜篮, 做我们俗称叫菇丽的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从一个, 从奈何送来的那些, 蔬果或蔬菜, 从一个叫大的批发箱, 送到一些小的批发箱, 通常街市那些小的小菜当, 就去小的批发箱拿菜, 我们俗称是大篮, 搬到小篮, 我跟过同学, 就早上五点起床, 一直在我自己住处, 在港岛的半山走到去, 俗称那时西环的三角码头, 就上一辆旅游巴士, 直飞去当时长山环的蔬果批发市场, 去到的时候, 应该是六点之前, 五点九, 就会很快地在那里, 有一间茶居吃一个饭, 六点半以前一定会开工, 一旦做多久? 从六点, 晨了六点半去做到, 下午三点钟左右, 两点多三点钟, 就会下班, 其实我都觉得, 那个时间对我来说都很好, 因为我当时很喜欢打球, 那时还要去南麻会打排球, 排球队, 三点钟, 完了, 我南麻会六点半才开始练习, 才练习, 才练习, 可以去吃个下午, 或者回家换衣服, 才练习, 才练习, 那时候觉得挺特别的, 也训练了我, 体验一下, 我认为草根阶层的工友, 如何去过外生活, 甚至后我才能察觉到, 那个价值观等等, 或者文化上的差异是这么大, 其实我现在到目前为止, 都对草根阶层的, 香港的居民都有很大的同情, 或者是认同, 怪不得了, 我后来理解, 你做很多移务工作, 我待会帮你问心, 一点点, 好啊, 这个经验很难得, 你很辛苦都去捱一下, 接着你呢, 我就知道你完成了, 在理工大学的大学生活, 你是多元化的, 你又读了产品, 还有什么呢? 产品设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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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香港设计的教育, 很比较特别, 因为没有一个大学的完备的课程, 就是我们要从一个普通文文读起的, 普通文文是一个很普遍性的, 设计的通识教育, 然后我上去读, 就做一个产品设计, 高文文文语, 然后 , 因为当时没有拖牌, 没有什么其他消遣, 那么, 决定设订多一个英勇攝影的课程, 读完然后是夜離学校来的, 一个星期上三天读, 之后我就读多一个 Federation roles, 的课程, 总共当时在理工大学, 我读了八年前后 真是百年苦戰 所以我現在看到為何你在平面和立體的設計兩邊都做得非常好 你後來又開公司 然後又去了英國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在英國的生活呢? 其實我在英國兩年 1987-89年間 適值當時是達帥爾夫人的一個統治的英國 當時英國全面向市場導向 包括教育 將很多市場上的需要的課程 紛紛就像以後春信一樣成立 當時我進去讀的那間學院叫倫敦印刷學院 專門有攝影、設計和印刷 很多時第三世界國家的印刷商都在那邊受訓 那經驗很重要嗎? 很重要 因為當時在香港讀設計 對文化研究背後所有關於設計的脈絡都不太注重 因為當時香港設計教育還是起步初期 主要集中在技術上的訓練 對背景或文化研究背後所有支援的學識理論都不太注重 那兩年我吸收了很多對訓練、設計或設計的理論產生的興趣 當然我們如果有機會去外國讀書 一定是投入當地文化 我想你都去了不少博物館 說起來很好笑 當時我去的時候很少錢 做了幾年工作 做了大概幾萬元 付完學費後都鎖完無幾 變成我要看著花費 再加上我當時讀書的時候 輪不到當時的學生宿舍 唯有在私人的屋子租了一間房 真的要自給自足 自己要付水、電、煤氣的錢 我印象最深的是 付電器就像現在的老虎機一樣 一個五十片市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頭兩晚很冷 大概在英國當時九月都只有二、三度 攝氏 我和包卓婆借了一個一條暖管的暖爐 我進了一個五十片市 有一個電器的電池 大概一個多兩個小時 整間房間的燈都關閉 我什麼事呢 後來想想想想 才意識到 可能那五十片市就燒了一個半小時 已經燒光了 整間房間就開始沒有電 再進去 我當時想想 如果一晚燒兩個五十片市 即是一磅銀 其實已經差不多一天的生活費 當時我又想起 因為那時還是二十多歲 不如想個方法 把自己暖了熱身才上床 因為當時我還沒想到解決方法 其實我上床睡覺 我還記得那時 因為我包卓婆是一個新加坡籍的護士 退休護士 她在醫院拿了很多用症的煎 大家知道醫院用的煎很薄 我記得那幾晚蓋了七張皮 再加一張乳蓉 我還是在床上發抖 晚上到三四點還沒睡得著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先做一陣體能活動 熱身 主要當時我也是 因為我在學拳的時候 在香港跟師傅學過百學 又學過太極 我把自己學的一套以前學的權種 都灑一片 我想前後做半鐘後土 又做一些伸展活動 等身暖了才上床 我才可以睡得著 那兩年我每個星期 大概有三四晚都是這樣 月以身體睡 另外就是日休息的時候 就沒辦法在床上蓋被 那你就去了博物館取暖 我以前住在倫敦讀書 倫敦比較好 因為可以買一張車票 無論汽車、巴士、地鐵、火車都通用 就去市中心 當時我每個星期只需要回五日學 星期六日就沒什麼地方去 如果沒有地方去 在家裡又要浪費電 又要著暖氣 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每逢星期六日 一早吃完早餐就出去市中心 找一些博物館也好 玩樂、玩樂、玩樂、玩樂 沒有功課的時候就去看書、寫文 大部分我的周末都是在公共場所裡過 因為進去的時候 有暖氣有很多空間可以給我徘徊 或者停下來看書或做功課 我相信你在博物館一定會看到不少藝術 或者喜好的藝術 我們待會有機會帶你進去 講你創作作品的時候 我們再講一下你喜歡的藝術 不過我記得我和你聊天的時候 你講過在倫敦、英國的生活裡面 還有一件事你學到的 就是你曾經有盲腸炎 淒涼啦 留學三、沒錢 那你在那裡學到最大的課是什麼呢 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 而且出外的時候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身體健康就不僅是體格上的健康 心理上或心情上的都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你心情影響自己的生理健康 所以你就是不可以病 我就努力跟自己說我不可以病 你不可以病 除了剛才我說行常做運動之外 我其實很多時候都去行博物館、行畫廊 給自己一個精神上高、有一個宣洩、有一個養分 這個很重要 我們大家要愛惜身體 不可以病 浩然 我們就很了解你的背景 因為不帶出你這個背景 我就覺得說不到顏色 因為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很有關係 你在倫敦的時候 當然見到一些你心儀的藝術家 例如有哪位呢 其實對我來說 最影響最深的 不可能會有一個英國畫家 Turner 中文名應該叫端立 他是英國國寶級的畫家 他主要畫什麼呢 他在那個年代是一個英國全面向海洋發展的年代 他畫很多跟海、天、船有關的畫 Turner最有名的就是畫很多船在海上高的遭遇 例如從出發到歸來 甚至在海上高遇到風暴 各樣不同的景象 我記得其中一個畫面 就是張畫不是很大的 但在中間有一隻船 上面是天、下面是海 就是天、海連一式 那隻船在中間 很簡單 但是顏色是怎樣的呢 他通常很多Turner的畫都有太陽在那裡 在天上高 其實我覺得他畫的時候就畫太陽 其實他畫過太陽在天空和海面的反 其實是他的光 因為不是像我們想像中小朋友畫個圈 不是不是 周邊射幾條線 不是不是 其實你看到太陽的樣子 你看不到的 只不過看到太陽在雲的周邊 或者海面上反映的一些一片片的光 看到是一個太陽的反 但是他用顏色來表現 他用顏色來表現 顏色的範圍從黃色、橙色、紅色、紫色、藍色 甚至其他種種的顏色都會有 很多時候他畫的畫的時候 其實是把太陽分佈在畫面上的不同部分 去描繪出來 我記憶中他通常最光的位置 你好像是太陽 他用到最淺差不多接近白色的黃色 然後慢慢漸進發射出去 然後淺黃淺黃的 有少許橙、有少許深 不同程度都是關於暖的色 然後他有少許男子的對比 差不多是很外圍的 這種印象我經常有一個很溫暖、很光的感覺 你最近有個展覽叫江雨映 雲端的光景 雲端當然你說雲 你的取材從哪裡來的 其實都很有趣的 在兩年多三年前 主辦當局就跟我說 邀請我去做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空間 因為是一個有關攝影的展覽空間 其實都是香港一個少有 甚至是唯一的一個攝影的展覽空間 當時我正在做一個研究 我正在做一個研究 把一個很古舊的印照的方法 重新看看如何可以將它持續發展 我當時的研究就把 因為那個印光的過程 不是像一般黑房裡 把很小的底片放大 而是一張圖像 基本上跟底片一樣大 我們所謂的 contact printing 就是底片這麼大 譬如說 如果我們普通去拍一些 passport照片 照片很小的 大家都有經驗 但你可以曬到3R 5R都可以 有個底片這麼小 但你這個做法 就是如果你的那張紙 是A2尺寸 或者是一個poster尺寸 你的底片 就要跟它一樣大 是的 底片這麼大 圖像最重要這麼大 為什麼呢? 或者可以講一些歷史 因為這個 剛才我說的 這個印光的過程 其實是19世紀 1850年代 發明的一個 印光攝影的過程 因為當時 如果大家回到 160年 170年之前 世界上還沒有電力發明 大家都知道放大機 是要用電力控制 因為它有一個燈膽 沒有燈膽 沒有電是怎樣呢? 當時的攝影師 或者是科學家發明的時候 唯有依靠最穩定 當時最穩定 和最強大的一個光源 光源 就是我們的太陽 太陽 所以那時候的所謂 那時候並沒有黑房 反而怎樣做 我們要用光房 因為越看到陽光 更多的地方 我們才可以印出一些攝影圖像 那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一張紙 或者底片 是要投射在那張紙的時候 我們要靠太陽曬下來的光 而曬到那張紙 那你那張所謂底片 或者那張負片的作用 只不過是把陽光 不同程度去遮蓋了 然後在底下感光的部分 作為作出曝光 通常感光和不感光的部分 是否用一些藥劑去控制它 就是這樣的 那個過程其實是用一些水彩顏色 顏色的部分就是用水彩 感光的部分就是用一些 感光而硬化的一些化學品 所以流下來 每次曝光 浸到水彩影之後 就沒有曝光 或者曝光 很小的地方 慢慢衝走了 那剩下的地方 就是帶了水彩顏色的一些感光 即是說把紙有一個基本的物料在 然後你有一張底片要蓋上去 才曝光 才曝光 但是怎樣控制曝光多久 以及受什麼顏色的影響呢 就是你那個顯影劑 即是你的化學劑混了水彩 你用什麼水彩顏色 第二就是曝光多久 即是說你現在基本上 就是運用一個幾年前 一百六十年、一百七十年前 對 差不多幾世紀 的時候的一種很古老的技術 但是你應用在現代上 就再來做你的作品 其實我的作品現在 全部都已經是用數碼方法去捏取和放大 由我拍攝去做底片 都是數碼的科技來的 到最後的過程 就用回和歷史接軌 和一百六十年、一百七十年前的工藝去接軌 這裡說下去是挺深奧下的 除非是有些朋友 他真的有興趣做攝影或拍攝 不過我們的聽眾 也未必在這方面那麼有認識 不過我覺得聽眾可能有興趣的 就是你在顏色和主題 你那些魂那裡是產生興趣的 我記得之前跟你聊天 你經常很喜歡捕捉一些時間 那個時間就是你說 在日落前幾分鐘 你見到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其實因為我是讀攝影的 對攝影師或攝影家來說 日落日出那段時間 我們通常叫做magic hour 即是所謂魔幻的時間 如果可以掌握到那段時間 其實因為那段時間 譬如我們讀古文 有說東方之既白 去到你日出到上空的時候 那十幾分鐘 是從顏色和光影之間 是變化很大的 它可以從一個白色 慢慢變成淺黃色 或者是粉紅色 或者橙色到紅色 紫色 甚至乎日落的時候 變成紫紅色 或者藍色 深藍色 都是一個很豐富的色彩變化 我之所以用雲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原始照片 我都是飛機上很拍的 我選擇拍攝它的原因 都是大致上無非 是因為它的形態有之有趣 因為雲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水變成氣體 或者從液體變成氣體的狀態 加上上高不同的氣壓 不同的氣流 還會有很多不同的形態形成 但是我拍攝的時候 所有原始的照片 那些圖像 其實都是不會像我現在展覽出來 那樣有顏色的 大部分都是淺灰對深灰之間 我就在我的數碼處理中間 我就把它變成一些不同密度的 一些圓大的底片 再每一張不同密度的底片 我配上不同的一個顏色 剛剛我說過 那些顏色就是用水彩而來 在不同顏色交搭之下 我就會產生很豐富的一些顏色的效果 那就是說 其實你先先取材的雲 它本身沒有太大的顏色 並沒有顏色 全部都是淺淺灰灰的 但是它很豐富的 有密度 有形態 正好適合你做題材 因為給你一個創造的空間 你可以加七吉彩 又加鹽加醋 其實這個原始形象 對我來說 可能對一個畫家來說 那是一個草稿 我們看到這個桌上 你有一張作品 這個作品 我可以形容它 它是一個比較深層的紫色 帶很多藍色 又有些黃色在裡面 你離遠看好像一個海 但其實又好像雲海 但它整體的氣氛 我覺得是有些神秘 有些怪異的感覺 這個我很肯定 我在天空未見到這個顏色 我想在半空 你一定會見不到 這個顏色的天空 你看到你都快點就要在天空 但你為什麼要搞到這個顏色出來呢? 其實我其實 藉著一個這樣的媒體 或一個這樣的展覽 就將我自己很多主觀對於顏色 對於色影 對於配畫 或者對於版畫的一些概念 就投寫了下去 一般人來說 我想影的雲海 都會採取一個橫倒 橫幅的製作 入手 因為它可以看到一個廣闊的 闊一點的絲影 但這是垂直的 這是一個極度的 是 我覺得直到可以給我一個 比較深層的前景 變成我看下去的深度比較深 延伸下去比較轉 即是你逼我們的眼 去到很遠的小失點 一直從前面去到後面 也利用那個深顏色 形成了一個深度出來 因為我如果慢慢足夠的 從最淺最深的顏色的鋪排 那我的立體感和三圍的感覺 都會容易衍生出來 這個呢 可以看到我畫上 其實從一個淺黃色到橙色到紅色到藍色 甚至最後一個深藍色 基本上就是用這五六種顏色去交替出來 當然五六種顏色交替之後 就不止五六種是二三十種不同 是的 譬如說如果黃色上搭了一個橙色 或者搭了一個紅色 那你產生不同的橙色 是的 甚至如果我紅色上搭了一個藍色 我會有多一個顏色知識 因為這些是水彩 所以你在層次上 隱樣一約 看到黃、橙 接著有個紅混出來的橙 有個黃混出來的橙 對 接著有黃、橙、紅混出來的綠 對 因為水彩的特性本身是透明的 對於透明的色塊交替之下 它會產生了很多 將底下的顏色透過 透到出來 這是水彩畫的水彩本身物質的特性 這張畫算不算是你這十三張作品裏 其中唯一張是這麼深色的呢? 可以說是這樣 這是為什麼會弄成這麼深色呢? 因為其實我正在做這個印曬過程 其實也有一段故事 因為不僅僅香港全世界 都不是太多藝術官或攝影師 採取這樣的印曬方法 因為它實在太麻煩了 大家要有一個穩定的光源 剛才我說 即太陽要經常在 例如在香港 以往兩三個星期 或者大家知道 香港的陽光是多難得 除了七、八月 難道我只有一年做七、八月 這樣就不行了 故事我就是 經過思考之後 因為同一群朋友 在工作室裡有一個曬板機 曬板機正式是用來曬屍網 但它又能夠提供一個穩定而強力的光源 這個就變成我做這些印曬的光源 另外就是因為 它能夠在做的時候 要用一張圓大的副片 不只一張 而是一套 那樣東西對一般的畫家 或藝術家來說 都頗高的要求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掌握到 一個很大片幅的印曬機 這兩樣都比較難搞的 再下去譬如說 充曬的水盆 甚至乎對紙的要求等等 都是比較高一點的 是啊 那就是因為 你可能開頭不是很滿意 走出來的顏色 加上這些技術上的挑戰 你將整張東西游黑它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冒險 當時都是一個賭博來的 因為如果這個心臟 蓋上去的心藍色 如果不合作的時候 或者突出來的效果不好的時候 整張畫都會… 作廢了 其實我準備了一個展覽 最後剪出來十三張 其實我做了差不多 不下三十至四十張畫 可能平均來說 做三張才有一張可以成功 或者接受 是的 我們聽下來 浩然是一個很投入的藝術家 廢寢忘山之餘 很有韌力地去做各種各樣的嘗試 我想問我們在聽眾的立場聽了之後 你也好 你可以做到這麼多有創意性 這麼大滿足感的事情 我們平日日常生活裡 對顏色或者對我們身邊的事物 我們可以怎樣去豐富我們自己的生活呢 其實我覺得人生就像我們做畫一樣 無時無刻都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存在 只不過你可能學懂如何去欣賞 或在不同的角度 去把顏色發揮到最大的程度 那譬如說不畫畫 那可以做什麼 不畫畫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除了工作 或者藝術之外 其實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參與 譬如運動也是一樣 但運動跟顏色有什麼關係 運動其實給了我們一個 對於我來說磨練了我的毅力 磨練了我的意志 譬如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我打排球 從不認識到認識到最後 打進去藍牙會 可不可以跟過一段時間 跟香港隊去做個集份 如果你沒有耐力沒有耐力 這些事情是很難做的 而且你對意志的 對自己克服 譬如你累的時候 你還要去多 運動多些 那些對一個人的意志磨練是相重要的 其實這裡我們好像 糾正我們平日對藝術家總觀念 藝術家 藝術家的脾氣 對呀 說很不羈的 不喜歡就不做 沒錯 原來浩然跟我們分享 做藝術其實跟我們做任何什麼都沒有分別 尤其是像運動一樣 你是要很有毅力的discipline 要練習 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好了 我們除了做運動之外 可以勉勵這種毅力 發揮在我們的工作或創作上 顏色我們作為一個平常人 我覺得我自己生活上的顏色 其實我平時做很多不同範疇的工作 尤其是參與很多不同範圍的一些義工工作 其實我現在都有跟很多不同的團體去做 或者我們所謂的非麻理團體去做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室是其中一個 是做版話的 也都參與其他不同的工作 從而我們接觸了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得到他們很多不同的觀察和價值觀 除了作為藝術家 我們在創作上發揮一些能量之外 也可以多接觸其他不同的階層的人 看到我們生活更加立體化 簡單來說 我們都是要用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去看我的生活 確保自己的視野 我好像記得你曾經說 不要有評估 或者想到的結果是怎樣 讓意外去發生 其實我在做藝術的生涯上 意外是我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創力 因為我很多時候的結果都是一個意外 我很多時候抱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 就是創作的過程才是最重要 最後的產品其實不是一個最重要的要求 好 多謝馮浩然接受我們的訪問 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 多謝Eva